農委会農若书几个月中台南栓亚外宵到日本 共应让雷干市的中小学来做委合同的五餐水果 台南基金府特别整公南法区農会一会党 来基盘台湾栓亚首例行销记者会 台南栓亚三年是全国最多 在这里也受到最多人的欢迎 真感谢農若书打开这条通路 让有这个栓亚加力营养五餐 行政与農亚委员会農若书 除了中台湾金家 往来外宵到日本一样 各个月中台湾栓亚外宵到日本 共应让雷干市中小学校 做委合同营养五餐水果 营养今天是来到 南华栓亚一会党 基盘台湾栓亚外宵日本行销记者会 農若书书定胡综艺标识 在七月十四合 来到日本小朋友 拼准到台湾栓亚好嘱味 透过这些我们的香蕉 透过他们的这个职农教育 学校营养五餐 把台湾彻底的渗透到他们的这个 第二代让他们能够了解 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在今年的五月间 在今年的五月十二号 因为他们的营养午餐 没有吃过凤梨 所以刚才我们的四姨小姐 那时候在屏东 我们从屏东那边出了 一个后贵的凤梨 有六千个小朋友吃 那今天芒果 芒果今天要两千五百个小朋友 在四个中学 他们一定好先来吃 在吉祥远养日本离间市 台湾办事厨厨厨厨 幕下之乡 市长有一个提 立法委员各国门上人 都到远养的常务 市长有一个提表是 台南栓亚三楼是全国最大 而且是最多人到一家 金甘小吴市长可以打开日本小海桶楼 和有一个山页可以自己营养午餐 台湾的优质芒果 真的受到日本朋友们的喜欢 也谢谢幕下助长 能够大力推广 台湾很多农特产品 前阵子的凤梨 今天的这个芒果 接下来的文旦 还有许许多多 优质的台湾农特产品 还有台南的农特产品 统统要进入 这个高品质高消费的日本市场 在这厨的小日本海外通路 农牛市有特别印座 台湾山页的市长高压餐店 来让日本小学生了解 所借的山页三楼是来驻台湾 该品山页当时通过 三小利率严借 台湾可以提供 给日本离坚市市京客户 2500名 合同营养午餐输用 记者肖建伟人话哭超伯德